大家好,我叫王耀辉,美中实验学校理事长,从事中文教育已经15年了,我在这里呼吁我们所有的华人们,我们大家携起手来,为我们海外的中文教育尽我们的力量,鼓励我们的孩子到中文学校来学习, 鼓励你们到学校来做义工,鼓励你们为我们的中文教育出钱出力,让我们把海外的中文教育办得越来越好,谢谢 我觉得从大的方面讲,从教育这种系统来讲,教育实际上我的理解是教,学和做 那么在中国呢,比较注重的是教,也就是老师在那儿去一言堂,在教授,所以评论老师好不好,看看这老师的知识面广不广,教学的这个方法好不好,那么这是比较强调的 再一个呢,让学生去学,那么最第三个呢,做方面呢,就中国就是比较不太注重让孩子去实践,去做,而在美国呢,可能是比较,这种教育体系比较不同,他在教的过程中是比较少的, 比如说我记得我的孩子在很小的时候,一二年级的时候,小学,就给了他了一个题目,让你回去自己去选择一个,你喜欢的一个名人,你选择以后,你去了解他的经历, 然后你自己再总结出,你给全班的去讲一讲,你认为哪些能够体现出这个人物,我当时,我觉得,我觉得太难了,因为他刚刚一二年级,我想可能我去帮他,可能没想到,就,我真的没有去帮他,他选择是Michael Jordan, 我还特意到外面的店里给他买了一件Michael Jordan的一个运动衫,他呢,就准备得很好,这是让我非常非常惊讶的,就是说,老师没有教你,去如何地去选择你要演讲的这个人物,也没有去教你,你从什么方向去入手, 所以我从这一点上,我就觉得,美国的教育呢,从大体来讲,它是教学和做,它把做和学这两个看得更重 大家都知道,中国的家庭,无论是在国内也好,还是移民到海外,在美国的中国家庭,也都是对孩子的教育是扶持着在管 就是,无论大小,无论是学习上还是生活上,都要包办的比较多,总是觉得孩子不能独立,很多要是关照他,这是第一个 还有一个在学习上呢,总是希望他能够学,这个社会上能够有名的,或者是有利的这样的专业,比如说律师啊,这个医生啊,等等啊,经商啊 所以这些可能都是华人比较期望的,还有一个呢,中国的家庭呢,比较注重孩子的成绩 而美国的家庭呢,他们相对的能够培养他们的一个思维,创造力 比如说像我儿子小的时候啊,我看到他们也是很小很小的时候,学校就鼓励他们去做一工,到外边发一些宣传资料啊,特别是为了学校的一个什么队,比如说乐队啊,或者球队啊,搞一些募捐 所以从小就鼓励他们这种与社会接触,与人沟通,自己独立思考,去怎么样去能够完成你的任务整理 所以在这一点上呢,我觉得可能是有些不同 教育机构也分两类了,一类是盈利的,一是非盈利的 那么如果说它是盈利的,那我们没有办法可以去挑剔,因为它的目的就是 如果做一个非盈利的话,那它的目标,它是不是以赚钱为主 它是如何的能够去设立一些教育这种体系,或者是教学方式 能够让孩子从中得到一种受益 那这个受益不仅仅是从知识上 更能够说从孩子的启迪他的一种思维的方式 创新的方式,能够独立生活于这种社会 能够面对一些困难,去解决问题的这些能力 所以培养的孩子是这样一个,我认为这样的机构好 如果是很死板的,很教条的,很这种填鸭式的这种教学 那你的成绩可能会很好 甚至你可能会成为一个科学家 但是你不是一个很全面的人 其实为什么有很多孩子恨学中文 与大环境有关 与孩子的本身有关 与我们的家长有关 比如说大环境 现在已经好了很多 因为中国的崛起 所以中国的文化 中国的语言 越来越多的被世界所接受 真的是一个文明古老的一个文化 我们应该以它为自豪 但是你要知道 这些孩子ABC你刚才提到 他都是在美国生长的 他完全是一种 在美国的这种文化背景下 你都知道美国的文化背景是什么 美国的文化就是老大 他很自豪 虽然他的国家的历史比较短 但是他说我们很自豪 我们的国家发达 我们的经济 我们的军事 我们的所有的力量 都是在全球 甚至于我们还要管理全各个国家 所以他们有一种自豪感 优越感 那么在这种环境上长大的华人 即使他说了一口流利的英文 但是没有办法来改变他的皮肤 黄皮肤 没有办法改变他的黑头发黑眼睛 所以即使你没有感受到 有一种歧视的感觉 但是你也会感觉到 自己内心的一些压力 这可能是一些孩子 所自身的一个原因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中文确实学起来 相对于其他语言呢 是比较难 尤其是你没有一个 这个语言的环境 我们大家都知道 我们在国内说学英文的时候 也确实很难 如果一个用中文去教你英文的 你会学得很慢 如果你报一个补习班 老师就是英文的 一句中文不会跟你讲 可能你的学习的进步还更快 所以这是一个环境的问题 那这个环境呢 也牵扯到 如果你没有一个家庭的 学习语言的环境 仅仅靠周末的 两个小时的中文的 每一周就两个小时 其实这是真是微不足道的 所以这也是一个客观的原因 还有一个原因 我觉得很多家长的原因 他都会有一种想法说 我的孩子是在美国出生的 他要在美国生活 他要在这立足 那我要让他的英文 不要从输在起跑线上 就说我不能在开始 就让美国人认为我的语言不行 所以很多的家长 他有一种 这样一个想法 我不能先教他的中文 我怕孩子 把中文和英文混了 英文没有学好 所以这些家长 其实我跟他们在争论 我说你这样做法是不对的 还有一点 这说出个人的理解 有很多的华人的家长 对孩子管教的方式 还是传统的中国式的 甚至于一些生活的习惯 也是中国式的 所以这样在美国的这种文化背景 传统下 长大的ABC 他可能认为 你的这种生活的习惯 家庭管理的习惯 和美国的习惯 是格格不入的有一些 所以他认为你这个不好 我不想去学 比如说你这个随便举例的 这个买东西不排队 或者是有一些华人 有一些考虑自己多 所以当然有些孩子 我听过很多家长讲 孩子就跟家长讲 你不可以这样做的 所以这个他 对他内心里有一种阴影 就是说你的中国这些不好 我不要学你 我干嘛要学你 其实我在讲这些 可能也不全面 但是我自己觉得 确实有这些让孩子学 而反过来 为什么说我不恨学英文 我不恨学法文和德文 那么因为国内 还有一种大环境 都是要好好学啊 以后我送你出国 所以你没有一个 语言的过关的话 你没有 那这些的孩子 不需要这一点 这是我的理解